我是母親很少嘉義的 我以前家中畢業 是啦 我是大概在五年前有一次你去家中的那個美術館有演講 陳介老師找你 真的 所以他最近叫我去都說 好啊沒有拜託學生來的時候不去了 要去 好我給我女兒來的 因為我女兒參加 還是你剛才沒錄到 參加過 他以前在嘉義念書這樣子 那我們來過這個書店 很單純吧 很單純啊 很單純啊 很單純而且很純潔 這個實在很怪怪的但是 沒有受寫 我看過張老師的書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今天就跟他一起來 所以今天是女兒主動還是你主動 上網看到然後就跟媽媽說我一起來 好 你是在讀大學或是什麼 沒有啊 在讀高中 不錯啊 高中心踏入進來 就不要想解面 還是那個 我快要做光啊 那邊還每天都高速長官也很年輕 好來 中間這個站起來的表示有話要講 沒有我一直都站著 我聽到紅牙是什麼時候 2010年那一次我去參加 BREAKING 那一場 我去演講 然後我一直聽到 我會想 因為我是嘉義人 可是我一直在台語圍 所以我是覺得 所有你 貼的一些什麼 活動我幾乎都有參與 然後我是覺得說 今天為什麼會來就是小小出訪 然後有PO 有PO這個訊息給我 然後我自己又住在有PO 就小小出鏡而已 所以我會覺得 算是蠻有年的 然後我一直都跟隨 學長啊 就是張體制 因為我覺得也是 我也覺得很巧 因為我一直在台北覺得很棒 就覺得自己 就充滿 憤慶的那種 憤世技術的那樣 可是我一直都 覺得 少了什麼 然後我就那一年 也是2010年 我在 我在信義成平 然後我就聽到學長 他的那個演講 因為那天我也是這樣子問 就是反正我就覺得自己像遊民似的 那我就走到那邊 然後我就聽到他一個 然後之後就開始一直在跟隨 就 到現在啊 然後我覺得說很充實 那我也覺得說 自己 自己就是感覺 在台北啊 然後 很心酸啊 然後很像一個寄居線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 我有點想要哭 那 現在的話我聽到有人說他 搬回 夾義 其實 對我而言是很需要勇氣 因為其實 我還沒有搬回 對 所以 就是那邊 哭的也不夠多 什麼 沒有 沒有 可以到Food call 走一遍 日香旅車現在聲音樂很好 所以希望你會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一直都想要 因為我是訪發商人 因為我自己學設計 然後我一直都覺得說 我到國外去念設計 原本我是在 原本其實我是學能人 然後我今天是從明熊 騎腳踏師嗎 佛生過來 然後我家 他就是住在那個嘉義大學旁邊 對 所以我會感覺到說其實 我很希望自己就是 可以一步一腳印這樣子一直跟隨 就是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有時候我會覺得很想放棄一些事情 可是我又覺得不行 就是這樣子 那 就這樣講 好 這位Nazy同學他今天生日 大家鼓掌好嗎 生日快樂 謝謝 好 好 那接下來 那對你記得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謝謝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住在嘉義 大家好 我是住在嘉義 然後 因為 玉山 這邊洪亞廚房啊 就是 就是 每次演講的議題就是 就是 個型各類都有 那其實 我也不知道今天要講什麼 因為 我覺得一個人就是應該多所設略 然後什麼 就是都學習一點 然後 就是今天來有講什麼 然後我就可以學到一些知識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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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妳好表 我嗎 我其實是今年才回嘉義的 我是 我是嘉義人 可是我國中畢業之後 我就自己辦去高雲年學 然後就唸的 我是唸五專 所以我唸的五年 可是因為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怎麼講的 我很 我不是算叛逆吧 就是我太自由了 所以我唸到五年級的時候 就是因為個人操守的關係 所以我會需要特訓 然後我就回來休息這樣子 然後回來休息就是 打工啊 準備考試啊 什麼的 然後因為在高雄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活動 我們都可以參加這樣子 那洪亞的名字其實我聽了很久了 可是因為我常年在高雄 我 我媽媽都是我出去這樣丟掉我 然後可能一個學期 我就回來嘉義一次 指名就是坐高鐵也很快 坐火車也很快 可是我就是在高雄 我自己很忙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回來這邊 就是在嘉義工作嘛 然後準備考試啊 什麼的 然後知道今天有活動 就覺得說不參加怎麼行的 因為上個 這個月的那個起來音樂祭 其實是我同屆 是我們那一群人 就是我好朋友們辦的 然後今年是第三屆嘛 然後我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就是無法到 我只能慶功業的時候 補幾箱啤酒去表達我的歉意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說不行 我今天要來 然後所以我今天就跟我主管落生 這樣就 然後我就出來 這樣齁 喔 水 那你有聽 音樂的東西嗎 沒有 我覺得要看主講的想講什麼啦 就講什麼都好 回去自己吸收歸納才是自己的事情 對啊 每個人聽的東西 想法都不同 所以沒有關係 來來 這個算就要給你 比較不要 就是我 我是土色部長嘉義人 然後在台北念書這樣 然後就 就要回嘉義 很像其實 其實在台北就是這種 這種活動很多啊 那就是 在台北也可以常常看到 也是這個 然後 就是 在台北過了一陣子之後 才回來看嘉義 然後那個時候 我知道他有時候才認識洪雅 就才知道我們洪雅 那 也覺得其實 就是這個東西很重要 那嘉義大概是 就洪雅大概是在嘉義 唯一一個保冷的 所以要 謝謝老師 你哪有感覺就是你啊 對 來 都比了這個 我們昨天 一起總末嘛 哈哈哈 在設定都禮拜登的晚上 那時候還高中就 對啊 我叫沛沛 然後我今年就是要升大禮 那我要去高雄念書 然後我以前是洪雅的四中 然後我真的很緊張 你知道嗎 哈哈哈 好就這樣啊 謝謝 謝謝 昨天後面趕回來 對 那你為什麼要 去這一場趕回來 上一場趕回來 哈哈哈 時間的關係啦 對 你也說一下 我們就說 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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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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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來後面的 你記最大的我嗎 嗯 你做代表 我做代表 我做代表 先 先跟在座的人喔 抱歉一下 因為今天帶小朋友來 也有點在這亂的就對了 不會不會很可愛 有點壞了張老師的 信誌 不會不會 今天有看到那麼多人 因為上一場 我有來參加過啦 啊 我跟國慶人認識 其實我也不認識過 我就在網路看到他這個笑的啊 講實在 真的是一個笑的啊 因為 以我現在的年齊齁 齁 我六十四年出的啊 啊 我跟你的前修理也在座啦 我說 欸 你睡在哪出一個笑的啊 你要來了解一下嗎 我的出發點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我聽到他們在場 欸 幾乎都是大學生嘛 都是學生身份 所以其實 你有 這個魅力 我想應該 也是自發性的啊 齁 欸 我跟你不認識 我沒有要有票 喔 我們到底當局啦 你如果要競選 你也要搶去那裡 沒有那個 哈哈哈哈 所以 其實在座多很多大學生 他們都是出外人啦 其實都是先在外地 有一些生活經驗 才會回來 那 因為齁 這個 國慶人他有一點特別的 蠻吊詭的 他不是嘉義啊 他也不是在地人的 可是他會去做 在地人想做的事情 我就覺得 基本上 這個人有介於瘋狂的狀態 欸 已經達到那個齁 所以 我還蠻欣賞眾人的啊 齁 那上一場來聽 達卡納的那個氣氛 雖然 沒有像今天現場人那麼多 可是那個氣氛真的會很感動 我覺得那一片 就拿回去當催眠曲啦 非常好 謝謝謝謝 所以有第一次來看見新同學 電話提醒啦 不然買東西 老闆那個 還有人沒講的 還是還有人要補充的嗎 你過去四十分鐘 這裡啊 這裡啊 要我們想一下 什麼時候來 我們怎麼都可以 為了偷偷看張老師的臉 你又可以做地板 謝謝 我也是嘉義人 可是我到了經典才知道 就是我們兩個就是這樣 所以覺得有一點 好像有點貴酒 然後 欸 上一次又去 朋友帶我去喝點 喝茶的咖啡 然後 一下子就老闆就說 我快沒錢了 我把車都賣掉了 對 然後又在我們上趟 就是有幾個老師來 然後就有幾個之外 然後我也是給你上 感謝 欸 所以今天 真的是要感謝你的 那個 破洪亞斯坊的演講 以來 第一次有機會 自我介紹 應該以前發生過一次 因為那一次是 只有四個人 所以就會 那一場好像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那個 加大那個張師妹教授 我來講有切割 然後結果沒有犯的 就是最後硬撐四個人 所以就自我介紹一下 今天比較厲害 往往會自我介紹 是那個沒有人 才說 沒有來摸聊天 今天是 一來 七點就已經很多了 不過 真的感謝這樣 才理解了 原來 還蠻多嘉義人 如果有一天 講者問我說 來聽演講 大概是什麼人 我大概 就用今天的經驗 跟他分享 大概就這樣 這也不覺得很好嗎 就是 大家 第一次會發現在嘉義 他也有共同的關係 那我其實每一次都很喜歡 做這個事情 因為我 我一直想 我不太希望是一個 大家來聽演講 然後講完我們就解散 的關係 好像真的是聽了 我真的覺得彼此認識 尤其在台北 比較常在台北嘛 很多朋友 有些朋友會知道 其實聽了一次演講之後 因為大家可能關係得到差不多 因為我們可能去同學 都要看表演 都會遇到 所以其實會變成一個 交朋友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就蠻想要知道大家的 就認識彼此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 就我們是一個community 就像嘉義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今天是這樣子 因為題目是書店裡社會運動 我覺得我們不如講一講 為什麼把書店裡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 那我可能等一下講 音樂跟社會運動 為什麼結合在一起 好不好 很多人第一次來回聊 想要瞭解福亞理念 雖然你可能講過很多次 這個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這個或例外 我以前很認真自己拍時間 想說自己有一個講座 不是因為請不到人拍 是自己想也想講 結果我很認真準備的那幾場 通通沒人 說是那個最後快八點 來講三個支持一下 停一下 最後就變成得酒大規模 那今天既然運這個 我其實都金廟基石 廠長過要去一個地方分享這個 用書店做為一個社會場域的一個實踐 那反而一直沒有機會講 話說1999 我那時候還真的21歲 那一年的一月份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在台南縣的七谷 有一個姓方的議員 聽說上一次要選立委還好沒上 就是他打了兩隻黑麵皮鹿 把他殺就是殺掉 為什麼呢 因為黑麵皮鹿阻礙了那個七谷的發展 因為那時候主張要蓋七青大列鋼槽 那我剛好是那個事件裡面 我們參加了那個台南市哪個 然後跑去幫忙撿那個屍體然後拍照 然後去投訴給綠色和平組織 那後來沒有用 因為綠色和平組不處理這個 就後來他幫我們轉介給馬來西亞的國際鳥籠 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馬來西亞是什麼樣的國際 不是說國際的綠色和平組織 然後他幫我們轉介給那個馬來西亞的國際鳥籠 因為鳥籠我們專門要處理這個兩次 那他就罰給那個台灣的外交部 然後我們就有事情之後就繼續抗爭 因為就是被國際來關切 好 那個事件之後 就那時候就一直對台灣的環境 一直理解到很多問題 尤其在那個現場裡面看到 為什麼我們說那個黑片 比如說珍貴的珍稀的然後也很可愛 可是為什麼會有人這麼粗暴 馬上搭死我可是他沒有事 那樣的過程裡面 然後去商聊的人要小心被露燈 你看1999年是什麼樣的年代 所以那一年 然後又去參 因為那一群人就會勾結去參加更多的 比如說美容要蓋水庫 高雄縣 現在叫高雄市的美容區 那那個水庫很要的 那個水就要來我這個花生事件的這個旗鼓了 那個水要給他用 因為他要蓋七千大列鋼長 然後那個報告書裡面寫成那個水庫 就是要解救高雄市人的自來水溫 所以那個很吊詭啦 然後從那一些論戰裡面 就接著練是更多 可是在台南市其他的地方 在這個嘉義縣市或者雲林縣 是沒有這樣的訊息 所以那一陣子剛剛發生很多這樣的訊息 為什麼我們這邊幾乎是沒有在談這些 比較環境的問題 後來又發生幾個事件 就是台南市的海岸路 海岸路現在大家都會去了 你知道那個海岸路挖地下 已經挖十幾年 1999年那一年 已經挖了差不多 可是越挖越冒出水源 然後越挖就很多事 然後那時候就跑出一個 我也是很欣賞的一個叫我 一個前輩他叫鄭稻叢 那個鄭稻叢那一年 他用很多換燈片 然後有里長要選舉就幫里長住行 有議員要選舉就幫議員住行 他一定去啊不管什麼黨啊 他都有一套那個換燈片 那個年代不是泡灰的換燈片 然後我們就是那時候的工作人員 那個畢工去幫他架那個換燈機 然後就聽他怎麼演講 我發現怎麼會有這種人 這個對美一塊土地啊 他今天在這裡就可以因應這裡 放出來一個泡灰的在講這裡的歷史 而且講到最後就是在罵政府 政府一定要幫他搞 我們需要一個議員去監督這裡怎麼一個 一個什麼沖津山跟沖津山交位的地帶 怎麼在那個交位地帶挖一個地下 當然就會掀下去然後怎樣 都會做的 我想說他需要這種的 從歷史 他是要講歷史喔 講這間廟怎麼樣喔 然後最後都有講到那些 反正就覺得讓大家畫 待機器這個好酸民好 然後隔天同樣的場景又拉到隔天 他可以再針對那個地方 又用出一套 我覺得我喜歡這種 超厲害的 這個才是真正道地的文化工作 然後可以把文化議題跟環境議題 做得很好這樣 後來我就自己來看我自己生長的地方 雲林 嘉義自己讀書的地方 嘉義市 其實都很掉腿 那1999年 還是張柏雅的四當 所以幾乎大家還在談這個 許家般的一個生活 那這個是一個很掉腿的一個 然後台詞如果沒有當選就是 什麼是一個來守護民主聖地 那我以前台詞都說那個才好 那個才對阿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都參加很多別的地方的演講 我們那個年代是1990之前 1994、1993 那個年代大概都參加什麼 什麼緩和啦 後來就陳玉宮演講 我王家翔 劉環樂就文化成 那幾個 現在比較強的還是一下劉柯翔而已 大概是那樣的奇怪 所以後來就覺得 那個看了一些書店的創辦 然後後來就覺得我自己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會像他的正道衝那樣 可是在家一開工作室 我抓起來阿 然後也說也沒有他那種勇氣開工作室了 那到底要開什麼 那後來就想到 誰說書店不能開工作室 比如說書店不能做那個文化工作 又加環境工作又加什麼 那個時候就開始很明確在想 這個書店是不是做這些 他的收入是什麼 或者他的媒介是什麼 那我就在想 書籍就是我的子彈 就是我社會運動的武器 那用書交朋友 就是陷害你的開始低估 你會喜歡文化的書 那你就有機會練習文化的意義 你喜歡環境的書 那你應該會練習環境的意義 那時候大概就都 啊這招啊 那是新大小孩 是是是 現在開始有聽了 你知道怎麼反抗 我才說反抗 那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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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樣年代 那我那時候 反正因為參加很多 然後都覺得很理所當然的理想 可是下到那個地方 的那個運動的場地 你會發現很多掉回 你知道199年 我們一起去美濃 講環水庫那一年 你是不能漏單的 他們會保護 他說年輕人 你在路上去吃飯 就不要收環水庫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緊張的機會 你說環水庫等一下會被抓去打 你騎了摩托車也 我就覺得很荒謬我們什麼民主 在那個年代 1999 你就可以理解那個 地方的那個派性的問題 然後那種為了一個利益 是沒有機會讓你講真話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很多的理想會是這麼掉回 所以為什麼不能用書店 然後我那一年就覺得 那如果自己開那一種 每天都一吶喊 那個也很倒楣 應該說 我今天喜歡看什麼書 就可以介紹什麼好書 那我今天想要聽音樂 又可以介紹音樂 那剛好變成我演繪的習慣 所以我一直惹著嘴 想法案創意 覺得 反正最後就覺得非開不可 除了書店 其他都沒有希望 那時候那個容器才會大 所以後來就開了 就選擇這個 我其實有選擇雲林 我那時候寫很多想法 本來第一件寫得最完整的 叫做大貓輸雲 去問人家那個台語要怎麼問 那個年代也在流行自己講雲 我其實本來就有 講了我的五義 其實我碰我的五義去台南都聽我 在台南講的那個母語 有時候 他們都覺得 一人猶為陰 不知道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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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給你 丟就丟 他現在換他耳外去 丟 不對就對了 丟 就是丟 反正他們都耳外去 我耳外去 我覺得很怪這樣 後來就發生 台灣語言還真的很調 都腔調 那 那一天我可能還想回到明天 不過我回家 那時候抖六 我去看了一下 抖六也沒有像現在這麼發達 所以 後來就覺得 那個到底要看在哪裡 然後 佳醫師我覺得 比較苦多夥伴 因為 這個要再化講 1993年 1995年 這裡就 開了一個叫台灣服務室 1995年 然後一個醫生號召了一群人 其實一群人 1997、98他們就有了跑去選舉 或者建國黨 就分裂了 後來是1997年受影響 96的尾八、97 然後 所以那個圖書是對我影響很大 然後那一群人就變成了後來 接著回來這裡開書店 然後又看到台南很多那一種 萬一遇到流氓、遇到什麼 兄弟或者要插手什麼事情 要繞人 或者沒有錢的時候要去跟他借錢 我覺得嘉義至少有那一群 在台灣服務室的那一群 之後我才下定決心開在這裡 跟另外一個話題是 離家比較遠 親戚朋友問你 過得好嗎 有沒有算 至少還有一個記錄 你如果每天讓他問 每天讓他看 我想應該是倒得很快 我覺得後來會奇蹟的活下來 我一直記得第一年1999年的 我六月開始籌備 六月還沒畢業我就開始在想 可是我先回來打工 到一個電毯上班 那時候叫做嘉義之音 嘉義之音的前身叫做 那個 台湾吉星開湯 然後那個時候 然後這個 一直上班到開書店多晚了 才辭掉工作 然後那個 那個 喔那個 99年剛好發生 921大地震 下定決心趕快開 不然呢 又要割起來 又要什麼都沒有 那 所以是用這樣 然後下定決心趕快開書店 又加上這個 故鄉的人 比較不容易知道 你在幹嘛 反正那一年 99年的那個過年 應該算2000年的過年 那好可憐 要去借錢 包包 不貪不貪 跟包包 背負這樣 所以那時候是有用很多說法 然後跟父母親說 再給我一年嘛 一年如果失敗了 我也虧沒有多少錢 然後就還可以還這樣 那如果不讓我做 就心不甘嘛 每天都會在想這些 那不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還騙他說 你看2000年換政府了 對不對 就開始這個主流 台灣這些 你要不要小看這些書 主流主流 以後會變成愛家愛戶都要買 因為 因為 因為這裡在漏水 因為這個 這些書 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那個 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就 沒有啊 我問問題 我去 來信水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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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的電子 我下了 安達 我有幾個問題 請問一下 這12年來 有什麼 變化嗎 就經營的方向上 策略上 有什麼不同階段 還是就差不多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 一定變化很大 如果沒有變化 以往的性格是帶不下 比如說 如果都沒有 每天都沒有人 我是連愛戶 我完全不准的事 然後 人生是那個 每一個人的情感 其實都是 都是 不可能都是平 沒有情緒管理那麼好 那個 連的也是怪怪嘛 那 所以 遇到你心情不好怎麼辦 我也是有 我曾經記得 我有一個學長 他從此都 原來不好 因為他來看我在幹嘛 我那一次他就一直問我 欸 這一本 我要放在哪裡 他看了之後要放哪裡 我就說 不要改口 然後 然後那個 他又拿一本說 欸 這一本你覺得怎麼樣 你不要改口 我可以 所以那時候 那個 然後他問很多 你不要自己來喔 來問他做 然後他 後來就不來 他覺得這個書店什麼 沒有人情味 哪有什麼小書店喔 連情味 沒有啊 然後從那一件事 後來他就寫信告訴我這件事 之後 我就很 這件事 很慚愧 的確有了 像是他一直都好 我 你問太多了 你是要走的嗎 你問那麼多 沒有 要買 快走 因為那時候 剛好要 要趕那個記者會 要 我們都是一連工作 也要 那個 搞記者會 要自己做布條 然後 自己寫新聞 自己邀新聞 那為什麼是 跟我們 沒有相關的 可能是為了一間 那房子要參 然後 然後一搞下去 一發稿之後 記者來 問你 歡慌的就會來 你憑什麼這麼講 你 你學什麼 我學汽車秀 汽車秀 汽車秀 懂什麼屁 懂古蹟嗎 我一整天被刺激到 然後 那個 那個 就趕快要去 那個專家學者 後來都發生 有一些專家學者 那個 那個 講的話都把 前半小時 我要寫給他的 我拜託他 講什麼 所以 都是因為這樣 那些人就很好 可是後來又覺得 其實以後的事情應該也不錯這樣 只是 開書店就被人家認為 好像書店也不是經理得很好 而且 也沒有落實 所以一直在調整 一直在學習 要怎麼 快速的讓人家理解那一本書 又可以做到什麼 又可以加到好的女 然後又可以 快速的去完成 自己想要在這個門外 去反抗的事情 這個 這個就很難 你知道嗎 最近都病掉了 一邊泡咖啡 你一直問我 這個咖啡好不好 我還不如 你敢說 你敢說 從此就說 你這個訓練 這個第三一次也是 所以 那個都要訓練 那個 那個一邊他在講什麼 好稍微等一下再 趕快把咖啡煮好 這個GAME那時候的那個 反正就是要學那一心多用 不過最近很老 一心多用都忘記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好 所以每一個時代其實 然後最慘的 我以前還真的 很慘的 那個書款 到了月底 就要結帳 我那個人家收多少錢 我就跟他 我們也不會跟他 算個說 我要不要退一些書 來換什麼 反正以前什麼都不會 就亂搞 亂問 亂學 所以是 還好那時候書店比較小錢 那時候比這個 四分之一大 地方不要嗎 有換過 有換過 2005年換這個地方 那一點就是我老爸說 你到底要不要 是要在台南 是不是在這裡 紅雅師王還有一年最表 還開分店 你知道嗎 有沒有變點手電 很少 不機會了 那其實是嘉義快倒了 然後 那個學長就說 我那個搶救什麼 要不要到台南來開一間書店 那時候我拗到50萬 就是用50萬開一個書店 然後 然後還可以每個月 領一點薪水 所以當然 讓他嘉義 慢慢的瘦一點點的關係 不過後來我還是覺得 嘉義下 因為嘉義最關鍵是 我用一個笑話 那個講青蛙 我其實也是很弱 雖然台灣只有32種青蛙 我那一年 1999台灣才34種青蛙 那三種青菜 倍一倍都滿貴 可是我還是要看年久 聽年久 這隻大概是什麼 可是你知道嗎 在台南人家在刀蘭 馬上就 嘿那一隻叫什麼什麼什麼 還沒跟他很靠近的時候 他就隨便一抓就抓到 我們隨便一抓抓到蛇 因為有青蛙就有蛇 我們贏到那時候 就看到那些人 又可以抓到 他手的蛇 然後反正就覺得 反正你看 一樣是那個 吃青蛙 我後來發現回來嘉義就很熟 只要記得三種青蛙 連這樣說 老師你好厲害 然後有一年講了 明明我在七五 那個蛙很久 對焦很久 講不太出來 目鏡要乘多少 反正 可是回到嘉義 那個 反正隨便我講 都是英雄 都是專家這樣 那那個 我記得我們這裡有一間 那個大統國小的老師 還說 你要不要來幫忙美洲山 那個小朋友 上個課 嘉義人比較好呼籲 反正我覺得就是 就是 沒有競爭嘛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 講文化 欸在 在台南 這個建築的樣式 這個 歷史 然後那個 這個 然後講這個窗戶 還可以 舉一環三環十 我告訴你 我在嘉義 從來沒有再介紹那些的 跟我說 這間就在書安法醫院的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要做什麼 我們都在談大歷史 那個小細節根本很好 可是人家說 這個 那個 很有心 希望後面的不會對我失望 所以 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還是嘉義好 不過後來沒幾年就會檢討一下 然後就覺得 欸 這樣好像不太長進 然後以前很討厭那個火車 現在就變成火車 欸我最後一個問題 那 我們來是希望就是去 人羹雲這個地方嘛對不對 就是 裡面的推廣 那你覺得效果怎麼樣 這十二年來有 有羹雲的一些 一些人 覺得把本來不關心的人 變不關心 你覺得是有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是這樣的 至少說 我這把那個要變成常務一次 就是說 組協會我在嘉義也組了好幾個 但是要變成可以一起去看真的不多 至少現在也 以前一起去跟我說我不要入境 那個 不要提我的名字 不提名字 不入境你幹嘛跟我去 我自己一個人去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每天去都同一些的 人家就說你們一小撮人 這很厲害 然後越來越多人 我們不是選舉 哪有辦法動人那麼多人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 新聞沒空 官員不會出來面對 你要禮拜一到禮拜 還要早上 十一點五千 九點以後 大家都適合工商 要去找找找 所以我留幾年是很困境 現在至少不錯 一小撮人 一小撮人 然後又有四個肌肉 然後又有四個肌肉 你的版主變大了 一級窮的版主越來越多 一級窮 這也算不錯 好 大家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我要下場 那你問我問題好 好 那你為什麼有辦法對一個一級 就快速的評論 快速的欠 沒有快速啊 然後我看你有沒有很熬夜啊 愛戰的人數激增 這個問題不太對 我首先我寫得很慢 你寫得很慢 對啊我其實寫得很慢 我填出來都兩個禮拜一次 好 那你為什麼這麼慢 還是可以出那麼多書 我出也很少 真的嗎 我三年才出一本 因為我寫度量滿大 可是我三年 就是04年07年跟10年 其實滿久 那算你算不是偷懶的 像楊兆印好多 我這裡有很多書 你注意看那個翻開之後 後面都有寫一個 某一天刊燈在哪一個報紙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對我覺得那個我超看不清 像那種是喔 八折青菜白白 慢慢賣都請擠 真的因為 報紙都買過了 幹嘛要買哪個書 就是有些時候寫這麼多 好像應該寫幾書 可是我覺得拿不出手 因為專欄有的時候 的確是因為實驗限制 所以都會希望一直改 一直改 所以我現在手邊有兩三個想要 舊的文章想要改 可是都改不完 因為總是覺得不滿意 所以你真的滿難的 好啊 我看很多人有這個期待 你就來話題直殺入這個 音樂到底要怎麼跟抗爭力的關係 我想要跟你講一下故事 那我講一下為什麼會 當時會有這個興趣好了 就是我自己是 我91年進大學 一邊講 請拿我的酒 我可以信他 從小 一方面就是從小就喜歡音樂 喜歡搖滾樂 大概從國中的時候 聽西藍搖滾樂 但是小時候也不知道 只是聽了滿爽的 而且覺得好像滿酷的 就是說跟主流音樂不太一樣 可是你說不太出來 那個是什麼 很拒絕的東西 你覺得少數人聽 然後有一些中文的文章 有開始介紹說 要問音樂是一種反叛的東西 可是那個時候 中學的反叛還是模模糊糊 不太知道到底是什麼意思 只是好像從自己很酷的姿態 所以聽藥搖滾樂都這樣子 覺得好像聽歌曲一個很熟 就覺得聽藥搖滾樂比較屌 但是他屌在哪裡呢 後來進了大學之後 就開始參加所謂的學生運動 在台大參加一個學運社團 原來那時候是91年 91年就是各位知道什麼意思 就是說 它是一個後結言的時期 民主化轉型期 可是還沒有民主化 91年的時候才結言四年 總統還沒有直選 國會還沒有改選 台灣還有黑名單 就是海外黑名單還沒有回來 所以是一個轉型期的不確定 那大概就在我大學的四年的時候 從91年到95年 上述問題大概都解決了 就是說在那個時候 廢除了台灣黑名單 然後確保了這個 言論自由 什麼意思 就是言論自由 我覺得很重要的觀察 是1991年的年底 廢除了刑法第100條 原來刑法第100條 是規定 不能主張台灣獨立 跟主張共產主義 你說主張的話 是判死刑 判亂 所以後來在91年的時候 有一個廢除刑法100條 的一個社會運動 然後成立在100行動年度 所以到91年底 廢除這個 然後我說92年 大家知道才第一次 還沒改選 理法院 之前都是老國代 所以我說 差不多那幾年時候 就是迅速的台灣 也不是迅速啦 慢慢的 民主化的分成 慢慢完成 那大學的時候 就參加學運 參加各種社會運動 其實 注意到現在很多大學生 我碰到 我昨天碰到很多大學生 最近他們參加華龍案啊 參加旺中啊 什麼都會參加 那也會很批評說他們好像很 沒有什麼累積 每一個運動都跑去參加 那我說我們大學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其實年輕人嘛 就覺得好像煩惱的事情 就覺得充滿熱情熱血 要去看一下 那當然其實你對運動 不一定幫助有多少 可是自己在那過程中 其實學到很多啦 所以我說大學四年 我們反而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但其實變變真偉大 可是我們在這過程中 自己被改變了 那我那個時候大學的時候也沒有覺得說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好像白天去參加我的 在我的社團裡面去讀書會 參加學生運動 然後聽到我一個是我個人的 市集的嗜好 並沒有覺得這樣有什麼關係 那後來主要一個是因為 譬如說我當時對學生運動這個事情 感到興趣 所以我對歷史上各種學運動很有興趣 包括台灣之前的 比如跑掉運動啊 或者當然影響我們最深的是 80年代的學運 就是台灣學運的那個 從80代開始 那也在全世界的範圍 有學運軟到興趣 譬如說美國60年代 是一般被視為最主要的一個 學運的一個時代 各種的反戰的民權運動的 女性運動的 性解放運動的 同志民權運動 就是60年代是年輕人 整個解放的一個時代 所以我對那個時候的文獻 就去看那個東西 欸 你現在發現在那個時代 美國60年代或是西方 其實搖滾樂 或者民謠 就是流行音樂 在那個時代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它是跟整個年輕人 新的一種新文化 是結合在一起的 很多的音樂人 最有名的一些音樂人 包括Bob Dylan 到John Lennon 他們是被那個時代衝擊 而寫下很多歌 去探討那個時代問題 或者寫下一個 不公不義的事情 譬如說Bob Dylan 這個當年最有名名歌手 他就記錄了很多 黑人民權運動的事件 像新聞一樣的 那時候他們有一種抗議歌曲 叫做新聞寫作的歌曲 就像農村武裝青年 第一張專輯 幾乎紀錄了台灣這幾年重要的新運動 那個時候 年輕的Bob Dylan也是一樣 他會記錄了一個 譬如說一個黑人民權運動分子 被白人的種族主義者謀殺 他在一個新聞之間 就把他寫成歌 所以一方面 創作者受到這個時代的影響 去寫下歌曲 那反過來 這些創作者的歌曲 就影響了更多 可能本來只是文藝青年的人 透過喜歡這個音樂 他們開始不就知道這些 不公不義的事情 我想這個是大家可能有熟悉的 在台灣現在也在發生 我們也透過很多的音樂人 知道很多事情 這個等一下可以再聊 那我說那個時候 是對我一個震撼 就是喔 原來我喜歡聊文樂 跟那個社會變形 跟我關注你的學運或社會運動 有這麼緊密的關係 然後再後來我今天念政治學 也就說 大概在97年98年的時候 就開始 就朋友知道 我喜歡音樂啊 就說你要不要寫寫看 我在那個時候 從來沒想過將來會寫音樂 就是只覺得我將來 大學的時候就覺得 可能將來走學術的見法 以學術作為職業 尤其當時想到學術 就是一直念 因為我是念政治系 我當時想到政治學其實很清楚 我也有個自己的目標就是 因為台灣正在轉型嘛 我剛剛提到 我們處在那個後解研的時期 台灣要往哪裡走 我們不太知道 總統治好還是那個治好 或者台灣要不要社會民主 其實是充滿了很多的困惑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政治學是一個原因 想要知道 說起來很好笑 就是事實上最好的體制 什麼體制 那最好的體制 可是因為我們知道美國很多問題嘛 那可能歐洲比美國好 可能北歐也很好 就的確是有很多不同的制度 有些比較人性 有些社會平等比較少 有些比較少經權政績 那制度比較是我當時去選擇做書術研究的 那回到音樂就是 那個時候朋友找我寫 那我就覺得說 剛好那時候看一些西洋的音樂雜誌 就發現也有很多的當下的音樂人 因為我們正在關注一些公共議題 或者社會事件 譬如說在我的第一本書 《生育分部》也寫到 譬如說98年的時候 英國一批音樂人出來 罵當時的窮統 但首相布萊爾 做他什麼三錢 有丹琦媽媽的補貼啊 三錢大學教育的擠貼 因為他走向比較右派的路線 當時叫新工黨 OK 那是Tony Blair 布萊爾 98年的時候 我就很驚訝 那些著名的搖滾人 怎麼突然 不是突然 怎麼突然說這麼左 那時候對我來說是很大聲 都是最有名的一些人 都是最有名的一些人 布萊爾啊 這些什麼都是POP啊 布萊爾聽陰謠的 當時最紅的那代表人 每個都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 那所以我就開始 因為我自己對這些 政治基地有興趣嘛 那我覺得台灣的樂迷們 可能不一定了解這議題 所以我就開始寫 可是這個是 開始寫的一個初衷 包括到99年的時候 YouTube開始談非洲發展的問題 那時候也很驚訝 為什麼會突然談非洲發展的問題 或者談現在很流行的公平貿易 徐薇宴就是這兩者 生態略的徐薇宴說 我是台灣最早談公平貿易 我記得很驚訝 那我談公平貿易的 其實是我從搖滾樂的學道的 所以當時我看到一個很紅綠樂團 叫Coplay 接下來我一定知道 酷玩樂隊 他受到一個團體的邀請 Oxted 香港的民族樂師會 去海地考察小農生產的問題 那那個時候99年還什麼時候 98年 我們也很震撼 他根本沒聽過什麼 Fair Trade那個東西 所以我就看到 雜誌上報道說 Coplay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一觀察 就把它寫出來 覺得說 因為一般粵語不會去寫這些 政治的事件 所以其實很好玩 當時選的是一個 覺得好像很硬的路 結果就是你寫搖滾去寫政治 因為那個不太有多人關心 然後我是01年出國 然後去美國去留意念書 那個時候就想說 把自己寫過的一些意願東西 其實很少 因為那時候在提議就說 很少想說把它階級出版一下 告別我的青春搖滾歲月 從此好好做博士研究 做學術 然後那年正好30歲 就是10年前的醫治 不一定明白 結果後來那個書 就是弄了兩年之後才出版 2004年 叫做《身影憤怒》 你知道為了改變時間嗎? 那當時出版的時候 覺得 有點討厭上座對不對? 當時其實 沒有人看好這本書 覺得很冷 因為誰會關心搖滾人的政治 那時候我想到 可能大概只有何東宏之類的 還有另外一個好朋友 因為大部分搖滾人 不一定關心政治 那關心政治 關心社運的朋友 他可能對搖滾人的事情 完全不熟悉嘛 所以 出版的時候 就是本來不太願意出 覺得是一個很冷門的書 那我覺得 我是不慣 我覺得自己有心去 把這個事情應該做 我覺得那本書 就整理了從 表演一個月的誕生 六零年代到 2004年 當時小呼吸時代 其實美國非常多的 當時的音樂 都在反對小呼吸 很多反向壓克戰爭 什麼的 所以就出了那本書 那沒想到那本書出來之後 反應跟我們一起的都不太一樣 就是反應還不錯 就是馬上的過程 聯合報全的好書 然後後來 幾乎那個時代 搖滾青年女人都很滿 這原因我覺得很簡單 因為台南空的搖滾的書很少 所以很多買書的人 是以為 因為這是一個搖滾石的介紹 他們都誤會了 所以我沒想到 以為是社會運動很多一次 可是我後來也碰到一些年輕人 我是滿感動 一些玩樂團的朋友 他們因為看了這本書 我開始認識的題 甚至我碰到 譬如說有人去念東吳社會系 或者有玩樂團朋友去 跆拳會當志工等等 就覺得想要走出來 因為他們看見那個書描寫說 搖滾樂團有一種滿強大的 修煉或政治療 或者理想主義 那其實我那個書講的就是說 其實搖滾樂 從誕生之後 就有一種理想主義的基因在 就像我剛才說 六年代那個東西 那當然後來不是都不理想主義 搖滾樂已經很商業化了 就是我們提到 從PIROS到現在 大家知道的那種Youtube 都是超級商業巨星 可是他那個東西 那個理想主義一直在 那 那這個是我當時的初衷 那我現在如果要給一個 比較一般性的說法 我就會覺得說 我就很關心文化跟社會的關係 OK 那麼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任何的文化 不管是文學、電影、音樂 它一定都是某個時代的產物嘛 我們現在去看現在的文學 可能跟80代 跟1950代跟30代都不一樣 它都反映這個時代的一些氣味 或者價值 所以透過這些文學、電影、音樂的作品 其實可以讓我們去成為 進入某個時代的鑰匙 我們可以去理解那個時代 我們像進入某個大藥 可能可以去想 80代出他們的社會氣氛 那這個是我現在常做的另外的演講 就是從 應該是談那個時代 譬如說 《赤明一代》、《美麗島》、《無德》、《富汗米》 其實都可以一直反映那個時代的東西 所以一方面 文化是時代的產物 可是另一方面反過來 文化不只是被動時代的產物 它也是主動的 很多的音樂人也是想要主動的 透過他們的作品 去影響很多人的理念 辦紅雅書房 可能拍一部電影 可能出一張專輯 有些人是很有意思的去影響這個 那之前我們可能就要看《抗力歌手》之類的 就是他是很有理念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變成我自己 一直很有興趣關注的這個東西 所以雖然本來很多人 當進入這個理論 就覺得說很奇怪 音樂跟聖記什麼關係 那我跟他這樣講話又比較理解 其實或多或少 都是有一些關聯的 只是有些人很明顯 是很積極的 像巴奈這樣的 林森祥這樣的 是很積極的 那回到台灣的脈絡來看 就是說 我自己 零四年出那本書之後 就開始讀物正業了 就博士 還是在修 但是又開始 比較多的寫作的工作 然後 零七年出版 剛才有朋友提到的 《反叛的名詞》 那個是林森寶福刊的 《階級》之後的整理 然後 零八年的時候 在《硬Q文學》 雜誌前一年的一個專欄 叫《時代的造音》 那個時候我寫的是人的故事 因為 我的第一本搖滾的書 它是事件 就是 過去搖滾月通過哪些方式 哪些事件影響了現實的政治 現實的歷史 那後來我發現人的故事 可能更有意思 一個人他可能有他的 像國慶那樣 有刺行落落 有他的悲哀 有什麼 所以我的 《時代的噪音》 在2010年出版 一個出版的時候 就是寫了十個歌手 那四個歌手我會很刻意的 是寫不同的時代 就是說 我會在比如說20世紀初期的名歌手找一個 六年代找一個 六年代找一個 八年代找一個 就每一個人 代表那個時代的主要的矛盾 既寫人 也寫那個時代 不用寫YouTube 就寫這個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 關於全球化 關於非洲發展 關於世界不平等 等等 因為那時候 因為到美國念書 所以比較自然取得西方的材料 來寫西洋夜 那很多時候 為什麼你不寫台灣的 其實我當然最關心的是台灣 因為自己 我覺得 其實也幸運 我剛剛沒有想到的一段是 就是從小學院有本樂 大學參加學運 除了我剛剛說 看六年代歷史之外 當時還有一個很大的起發 就是我在大學的90年代初期 正好是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 音樂的運動的爆發 就是我們所謂的新台語歌 就是陳明璋 林強 五百從聖 陳明璋第一章 下午那一出戲是1990年 對不起1990年 那89年還有另外一張很重要的專輯 叫做抓狂歌 林強 林強1990年 五百地章專輯1990年 愛上別人快樂的事情 他們那時候都很屌 就是 全部用台語來唱 而且全部用最屌的音樂 五百地章專輯是很難調的東西 所以很少人知道 它讓人情歌之後滿大火的 那 我覺得當時我們跟五百到處跑 五百那時候還在想泡河唱歌 我大學的時候等於跟他去跑 覺得 終於由我們自己的台灣人搖滾樂 我不用像小時候 只是聽老外的音樂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看他跟洆湞 在踏浦裡面唱《愛你一萬年》 真的太嗨了 所以 而且他們的音樂 也很多時候是反應社會的東西 那五百沒那麼齊足 那五百第一章專輯還有啦 然後黑名單工作的成文章 就不用說了 或者有朱約信 朱約信 就是說他們都是 等於是台灣終於出現了 我們所謂的抗議歌的時候 像職業性非常明顯的一個例子 或者黑名單工作室 所以大家有機會 如果不太熟後 也還可以再戲談 OK 所以那個是一個震撼 那當然後來我就一路就是說 新台語歌之後的下一代 就是我這一代了 就是說我的朋友們開始出來了 作德西公社 林森祥 平常拿卡錫 當時並不是我的朋友 不認識 只是我們是同一個世代 我跟森祥一樣 都是1972年出生的 九一年輕大學 那小科 作德西公社小科 比如大業行街 當時在台大開的組成這些 就等於是新的年輕人 他們受到學運 有或多或少的洗禮 像平常拿卡錫的陳國偉 當時是文化大學的學運這款 他們開始出來 他們受到新台的一個影響 開始用母女唱歌 像林森祥非常清楚 他說他早期用國語寫作嗎 他後來也是聽到陳平昌他們這些人 就覺得 為什麼不能用自己的母語來寫作 那小科他們當時都很明顯 是受到 共平常受到上一輩 無賴城城那一代的影響 然後出現我們這一代的這個 然後等於是我當時做為一個觀眾 看他們表演 關子音樂坑我就看過 就深翔第一個樂隊 在三江大學 跟關子音樂坑 95年、96年的時候 去看他們演出 買他們的專輯 我甚至我人生做第一個訪問 就是在 你知道我剛知道 我剛開始的樂評的時候 97年、98年 有個雜誌就說 你也不知道寫寫台灣東西 你要想採訪誰 我說我要採訪一個 都沒聽過樂團 叫關子音樂坑 所以我覺得淡水訪問了林森祥 他可能是他媒體第一個 比較多次數的訪問 那個時候對他印象非常非常深 就是說他加放了魯訓拳擊 然後再談音樂跟社會運動的關係 非常激進 那個時候有什麼激進的聲響 結果他跟焦工更是這樣子 焦工基本上是一個社會運動的文化實踐 OK 所以一路以來這樣子 只是我剛剛提到 在我出書之後 就是04年到04年 大部分就在美國念書 那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寫台灣的東西 因為寫他們說 我必須做採訪 做體驗調查 才有意義 所以我從07年08年回來之後 就開始有機會 就一方面開始寫台灣的東西 其實寫過不少 就是訪問啊 這些採訪啊 發展啊 我都寫過蠻多 挪挫武裝青年應該是我最早寫的 很長的寫五千字文 你知道嗎 抱他們 年輕人 尤其他後來 沒想到後來被明星 抗議的 音樂界的明星人 當時挪挫武裝青年社會沒有人知道 他們後來會 一年後他們說表演接不完 從社區到社院 可是台灣最近抗議行動太多了 所以他們都很忙 然後 開始做這樣的事情 但我還是很想寫書啦 這樣完整的去寫 台灣的音樂跟社會發展 過去的事情 只是還沒有機會 這個我覺得 還在慢慢的成立 我也做了很多訪談 像我剛剛提到的 從Kimbo發財 然後陳明章 朱樂欣購 就是說 我一直覺得說 你看台灣幾乎沒有去整理本組音樂的 不要說 他們的音樂啦 就是包括流行歌 尤其音樂史沒有 過去30年沒有好好的 他們都被整理過 分析過 研究過 其實學位裡面 討論的也非常少 除了府衛大學 還有中正大學 還有前廟文老師 中正大學 是比較 在學術上做的 行為就 不然其實就 在學術上做的